哈囉我是有哲 今天這支影片呢 是想要來跟大家分享我的手帳的年度總檢討 那順便也要開箱一下明年我要使用的手帳 這個也算是我這個頻道呢 就是每一年的一個老傳統 那今年呢稍微晚了一點 我在年底呢 通常也都會收到一些手帳的公關品 那在這支影片呢 後面我也會一併就是一起介紹給大家 所以如果說對於明年的手帳 還沒有做好準備的朋友呢 這支影片不要錯過了 OK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那我先從就是今年的手帳回顧開始 那如果說今年呢 有看我去年的影片的人呢 應該會知道說我今年原本 預計要使用的手帳呢 是四本 但實際上面呢 真的我有持續使用下來的呢 算是三本這樣 那首先呢 我愛用的全部都是Hobo系列的手帳 那今年呢 是我久違的回歸Wix 就是這個週計畫的格式 那這個格式呢 我之前每次用啊 我都很容易半途而廢 但今年啊 大家看喔 我從就是1月開始 就是寫到現在12月 基本上 每一週都有寫東西 那我是拿來記錄我的吃東西的紀錄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就大概寫說 啊比如說我的 午餐啊 晚餐啊 吃什麼 然後這邊呢 會記錄我的體重 跟每一天喝水的量 那我覺得 因為以前我一直都是屬於那種 喝水的量很少的人 那今年 自從我換了一個比較大的水壺 加上說有在記錄之後呢 除了喝水的量 我覺得有比較明顯的增加之外啊 就是會想說要比較客製一點 不要就是亂吃這樣子 這對我而言算是一個還蠻不錯的 一個生活紀錄的方式 然後以往啊 我都會想要把這種就是Wix的手帳啊 隨身都帶在包包裡面 但後來我發現我根本就是在外面 都不會想要寫手帳 但是我今年呢 完全都有辦法持之意恆 我覺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一直把我的這個手帳 放在我的餐桌邊邊 就是我每天中午啊 或是晚上在家裡吃飯的時候 就會看到說啊 這裡有這一本 我就想說那不然我就順便記一下好了 就不會覺得說 它是一個很有壓力 然後你還要特別額外去找時間 去做記錄的這種感覺 很怕說自己沒有辦法 持之隱恆的去做手帳 我覺得最重要的點就是 你要把它放在一個 每天都看得到的地方 你自然而然想到就會去記錄 這樣 再來呢 是我的老夥伴五年手帳 那五年手帳呢 今年已經寫到第三年了 給還不知道的觀眾說一下 我這本五年手帳呢 也是一樣HOBO出的 那我是從2021年開始寫 寫到 預計要寫到2025年 那它的格式是每一年的同一天呢 它都會回到同樣的頁面 所以它的好處就是說 你看像我寫到第三年 我就可以看到說 去年的今天 前年的今天 我在做什麼事情這樣 那這個呢 我也算是堅持了蠻久 到目前為止呢 也幾乎都是有全情的在寫完 有的時候會覺得 有點比較懶得記錄 但是因為它的這個格子小小的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隔個幾天啊 就是在直接去補手帳 也不至於會到說覺得很有壓力 反正寫手帳這種就是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持之以恆 我覺得比較重要啦 明年呢 就要邁入第四年了 其實現在想想我覺得也很快 因為這一本呢 一開始是小靖送我的 那時候想說 哇 五年好久 結果我現在已經就是完全過半了 就已經要開始 寫到第四年這樣 就已經快要 看到尾聲了 那明年這一本呢 我也會繼續的努力 如果說有想要看我五年手帳的話 我都會有 把它更新在我的手帳的IG裡面 如果有興趣的人呢 可以去追蹤一下 再來呢 就是這一本A6 就是每一年呢 我都一定會有 寫一本A6的手帳 自從我有開始寫五年手帳之後呢 A6手帳啊 對我而言就比較像是一個 我的生活的一些碎片的 紀錄跟拼貼這樣子 像樂際式其實大部分 我也都比較習慣 寫在這一本上面 後面啊 大家可以看到說很多 我買的一些文具啊 貼紙啊 或者是說有時候買東西 它會有一些 那種名片等等的這種 我都會想要把它就是記錄在上面 對我來講 其實它就是一個很隨意的東西 我大概快速的給大家看一下 它都沒有一定的格式 有一些很空 然後有一些又很滿這樣子 就是 一個很 很自由的啦 現在的我也比較不會特別覺得說 一定要怎麼做 或者是一定要固定一個什麼樣的格式 反正就是開開心心的使用 對我來講就是比較重要 不要覺得說 像手帳有一些人 他會覺得說 啊今天寫的好像有一點失敗 當然每一天其實 你在寫手帳上面 有時候都會覺得說 啊其實這一頁看起來沒有那麼好看 但是你看累積完一年了之後啊 你再回顧去看 你就會覺得說 其實中間你覺得沒有那麼好看的地方 它其實也就是一個小小的片段 整體而言你把它填滿之後 你還是會覺得你今年過的是 非常的豐富的 我就這樣子一年寫下來 回顧看起來也是覺得挺浪漫的 今年當然也是有失敗的部分 我很了解我自己現在寫手帳的時間 對我來講三本 就已經是一個很極限的數量了 然後所以到這個第四本啊 就是我就會覺得說 啊其實真的很有可能 根本沒有時間寫它 那我這個呢 一開始前面 我也是說是把它 當作是我的每天日常的紀錄 後面呢原本我是有計畫說 就是要進行 就是這種一日一會 就是每一天呢 去畫一個小東西這樣 但是之後發現啊 我真的沒時間 我記得我好像只進行到 一月多一點點之後呢 後續就沒什麼再用了 然後後面這邊就等於 整個都是空白 算是我預料之內的失敗啦 雖然說就是沒有辦法持之以恆 但是至少這段時間啊 我就是把它拿來當作我的行程規劃啊 或者是擁有一本A5的手帳 我覺得也是很不錯 那這個外皮啊 因為畢竟這種素面外皮 太不會過時啦 所以我就想說之後呢 把這個當作是我一般日常的筆記本使用 或者是當我哪天想要再挑戰看A5的手帳的時候呢 我就再把裡面的這本就是換掉 換成新的就OK了 不過現在回顧覺得這個拿來畫畫好像是還蠻不錯的 就空間夠大 你就可以好好的發揮 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開箱一下我明明要使用的手帳的本子 那除了我剛剛跟大家介紹的五顏手帳呢 我當然是會繼續用之外呢 這一次啊 A6的外皮 我選到了一個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的 新穿有美的這個款式 表面啊 是做一個有點這樣子布的感覺 就是它有一點像是編織的感覺嘛 然後摸起來的手感我覺得非常的好 然後又有一點點這種彈性的布料 那它顏色配色我覺得也是非常的高級 就是有一種很迷幻的feel 我自己非常的喜歡 然後它主題呢就是是勾勾的 微微的不明所以 但是看起來就是覺得很時髦的款式 然後再加上它的筆擦是配這樣螢光粉跟螢光綠 這個款式呢我覺得非常非常的好看 那內襯是這樣子黑色的感覺 那我2024年呢 應該是不會像去年一樣裝這種透明的術套吧 我想說 因為難得買這種就是布料比較特別的 就是你可以直接享受到用手去 去撫摸它的這種感覺我覺得也是很不錯的 那今年的內頁呢 跟去年一樣一樣是買日文版的內頁 這個我也是在小進買的 然後呢今年我也是一樣買了一本新的Wix 那這個Wix呢 我也是打算跟去年一樣拿來做我的飲食啊 跟一些生活的紀錄 那這次呢也一樣是mooming的款式 去年是這一本 然後今年呢是這一個 這個mooming的款式呢 在官網上是買不到的 他們是那種合作款 所以就是通常可能是要找代購 或者是像今年我看小進 他們也有進幾本 就是這種mooming的特別聯名的款式 首先它都會有一個很漂亮的內頁 這個是去年的 那今年的是這樣 喔今年是滿版的 看起來非常的漂亮 然後後面這邊也有 然後呢它也都會送一個 就是這樣的電板 它電板的圖案好像每年都是微微的有點不太一樣 這個是去年的 那這是今年的 今年的我覺得更好看耶 就是它有這個就是它小房子 跟這種熱氣球的感覺 整體有點我覺得看起來時髦度更高 那內頁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一模一樣啦 就是這樣子 週季式的格式 那另外啊 今年小進他們其實也有多送我一本 就是這一個 他們Hobo手上最近新出的格式 叫做HOME 那這種HOME的格式呢 它其實跟A6的是差不多的 但是它就是變成說 你不用再額外裝書套 它的表面就做成一個有點像是 比較金裝書的這種書題的感覺 其實看久了我也覺得還算是蠻簡約的設計啦 未來他們感覺應該也是會繼續持續在推出 這一個產品線 所以如果說有興趣的人呢 也可以去參考看看 那這一本啊 我覺得我今年應該是沒有更大的心力去寫了啦 所以我可能會把它送給我周遭的朋友 或是自己留著做收藏 那這個HOME呢 裡面它會有附一個自己專屬的透明的電板 今年的這個花卉的圖案啊 我覺得跟HOME這個產品啊 本身非常的搭 就是它真的做的很像是一個古書的圖鑑 非常的有氣質的這種感覺 很漂亮耶 好那接下來呢 我會介紹一下今年我收到的一些公館品 或者是好朋友的一些手帳品牌 那首先呢 打頭證的當然就是祭司手帳 祭司手帳我也是幾乎每一年都會介紹 這已經是我的第三年的祭司手帳了 那我覺得祭司手帳啊 它算是我看過這麼多手帳之中呢 它的個人的那種特色 DNA算是很明顯的 我最喜歡的第一個就是說 它的紙張是這種有點比較偏米黃色的 所以即使我每一年一定要寫很多手帳 我沒有太多時間使用別本的手帳 但是偶爾的時候 我都會特別想起這本手帳 會想要把它拿來做一些拼貼啊 或是怎麼樣 它會額外的更有一種比較復古風的感覺這樣 像這是我之前試寫的 我覺得它格式啊 其實就是很明確 每一年都差不多 就是除了前面的月季式之外啊 它就是每一週是這樣子的一個 一週一週的格式 然後這種格式它其實是很自由的 就是你要寫 你要拼貼 你要畫圖 你要做什麼 其實都很OK 它算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基地 但在上面做什麼東西 我覺得都會蠻適合的 然後每一年祭司手帳啊 都會跟茄子先生合作 它都會有這種就是漂亮的手寫字之外啊 它都會有教你一些就是這種手寫的這種字帖 可以讓你去做練習 我覺得也是很讚 那今年呢它內葉啊 印的是藍色的 去年的好像是這種比較綠綠的感覺 我覺得今年的藍色呢 我覺得跟這個黃色的紙很大 然後它封面啊超漂亮 叫做Frolic 這是今年的主題 還有這種白色的風車啊 藍色的天空等等的感覺 就是整體看起來是非常的清新 然後很自由的感覺 那這一次啊 我的那個大禮包裡面 除了還有送一些貼紙之外啊 它送的這個小桌粒 我覺得也很讚 可以把它放在你的桌上 你看這種每一個什麼天空的感覺 就會讓你覺得說很舒服 然後很想要去走走 去旅行的感覺 反正這一本呢 我也是非常的推 而且我覺得他們每年的手帳 都很會想主題耶 就是都會讓你覺得很有新鮮感 我覺得很讚 再來呢 今年我沒有跟品厚宜的手帳節做合作 但是他們有寄給我這一本 就這個是迪孟奇這個品牌呢 他跟大語人 就是一起合作推出的款式 他們這個是有大語人跟 我記得是三尼尼 就是他們兩個創作者呢 都各自設計了兩本的設計這樣 那我是選了大語人的這個 這個主題叫做宇宙航班 我覺得瓜式名稱就讓你覺得很可愛 就完全是在我的好球袋當中啦 那裡面啊 除了有這個漂亮的電板之外 內層呢 是這種比較自田格式的這種感覺 就是它比較偏無時效性的手帳啦 那這個是我之前試寫的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可以自己像這種 我是用蓋印章去蓋它的日期啊 邊邊你想要貼一些小東西什麼的 都OK 然後前面的這種月記式的格子呢 你也可以自己去寫 所以如果說是比較喜歡這種自田手上的人呢 這一本我覺得算是也可以考慮 而且價格呢 也不會到非常的高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它的這個內頁啊 每頁都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小巧思 這一點我覺得也是蠻加分的 還有這種格紋啊 十字紋啊 之類的 零格紋 蠻酷的 那接下來呢 大家看到這一本呢 是 21.5他們出的手帳 這個好像也是他們第二年寄給我了 謝謝你們的愛戴 去年的手帳啊 我很有印象 它出的就是那種格式上面啊 非常的繽紛 然後設計上面非常多變化的一本 那我今年就順便跟大家一起開箱一下 他們今年的這個手帳的禮盒 今天他們的主視覺感覺是這種偏橘色的感覺 包裝上面呢 也做的非常的高級 好可愛喔 喔 好 那首先呢 打開之後可以看到說 他們今年的外皮啊 我覺得算是還蠻特別的 它做的是有點比較偏這種麻布的感覺 仔細去摸 可以摸到它的一點點那種紋路的感覺 算是還蠻有特色的手感 然後它整本呢 看起來大概是這樣子 就有一點點微微的厚度 但不至於到非常的重 然後打開之後呢 前面這邊有姓名葉 他們去年手帳的一次都這樣子 只會有很多那種漂亮的文字啊 跟設計啊 圖案之類的 我這樣稍微初步翻 我覺得它可能是以三個月為單位 像比如說前三個月呢 週季是大概這樣的格式 然後 四到六月呢 週季是大概這樣的格式 七到九月是這樣的格式 十到十二月呢 是這樣的格式 對 我就覺得它這一本呢 之前我去年開箱他們手帳 我就覺得非常的有印象 因為他們的格式呢 可以說是非常的百變 然後很活潑 我覺得如果說你是屬於那一種就是 不太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樣格式的人 或者是說 會希望有一點新鮮感的人的話 我覺得這一本其實還蠻適合的 然後它後面的這些附錄頁呢 也還蠻可愛的 整條頁我覺得配色上面算是非常的繽紛 然後算是很豐富的一本手帳 感覺每一頁啊 都會藏有一些那種小小的巧思之類的 可以等著你們慢慢去發掘 然後除此之外呢 他們沒有送我這個 應該是手帳的小袋子 打開之後呢 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拉鍊帶 整體就是素素的 然後這邊呢 有一個小小的標籤 我覺得它配色什麼的 都選的還蠻高級的 應該是就可以剛好裝進你的手帳 對 然後你可以把一些你的筆啊 或什麼的就放在裡面 這樣你放在包包裡面 也就比較不會擔心說 會折到它 或者什麼之類的 這本今年做的也一樣很漂亮 推薦給大家 好那今天的最後呢 是要來介紹的 歐羅寄給我的手帳 這個歐羅呢 它其實品牌就是 Intuition Lab 就是之前我介紹過的 那種2500毫升的 那大水壺那個牌子 這個好像算是他們的新品牌 這樣 打開之後呢 一樣也是可以看到 非常有質感的設計 他們這一次感覺是 跟月球比較相關的主題 這裡有送一個紙膠袋耶 好可愛喔 數字的 然後素色的 跟一個 這個是月亮的耶 天啊 做的真的非常的高級 叫做Moonquake 然後它本體在這邊 很美耶 那它的表面啊 真的也是有做出 那種月球微微的 那種凹凹凸凸的感覺 背面是這樣子 很漂亮 然後這邊有一個 彈性的束帶 整體的顏色 我覺得很高級 裡面打開的那些是長這樣 欸這個是空白的筆記本耶 喔原來這本是筆記本是嗎 然後旁邊這邊呢 也有這個 喔這個是月記式的貼紙 喔原來它這個是做 你可以自己去貼的 這包是圓圈圈的貼紙 然後這一個呢 是你可以做那個索引的貼紙 這個也做的好可愛喔 有一個白色的跟一個黑色的 你就可以把它貼在邊邊之類的 你就可以看到說 啊比如說這是一月 這是二月 然後它的這個月記式呢 它就是做類似這樣的貼紙 它後面都已經做這樣子貼紙的膠 你把它撕下來直接貼在上面 自己把日期填上去 跟你自己圈說這是哪個月 你就可以開始去寫了 欸這個idea還蠻不錯的耶 這樣的話你就可以自己去調配說 你中間空白頁的格子 然後自己去拼裝 自己去做設計 有一點類似那種子彈筆記的感覺嗎 我就算還蠻酷的 欸這個真的很有質感耶 因為包括它裡面送的貼紙啊 然後整個禮盒啊 這樣的組合 我覺得送禮很不錯 感覺如果說你們年末緣 要那個交換禮物的話 送這個組合 我覺得也算是還蠻有面子的 這樣它另外一盒到底是什麼啊 我也來打開看看好了 是另外一個顏色的嗎 我知道它有出兩個顏色 但我以為他們是只有寄一個顏色給我耶 這是黑色的 剛剛是白色系的 哇 原本我在看照片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的白色好像是比較好看的 但是我現在看這個黑色我覺得 好像更好看 那這一包呢 它就沒有像剛剛白色一樣 有附一些那種 Dilicoco的東西 但是還是有附一個這樣子的袋子 這我記得他們在全台的鳥屋書店 就是Citaya 之後也都會有進實體這樣 所以如果說你們想要去實體 看看它的樣子的話 這我覺得還蠻推薦大家可以去看看的 各位 還好我剛剛要把它打開 我發現它裡面內頁 跟剛剛那本完全不一樣 剛剛我們白色這一本呢 它其實基本上可以算是 全部都是空白的內頁 然後比較像是紙戰筆記 你要自己去做填寫的 那這一本呢 它就是Planer形式的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印一個2024 就是今年的 在內頁的部分啊 可以給大家帶一下 除了前面呢 有這樣子的月季式 然後它格子很大耶 大格子就是讚 然後還有一個月目標之外啊 然後它每一週呢 是這樣子週季式的格式的 然後每個月 它前面都還有一些小小的圖 格式 我覺得他們都算是有好好的思考過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他們的官網啊 他們就是有賣手帳本 也有賣這種子彈筆記 你們就可以根據你們的喜好去做選擇 那如果我個人選 我一定就是選這種 已經有幫我規劃好的 這種手帳本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啦 OK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那真的很感謝 每一年啊 都還是會有寄一些 手帳公安品給我的 各個品牌也好 然後 我覺得有時候 我雖然說 自己沒有辦法說 使用到這麼多 但是 每一年去看看一些 新的手帳的品牌的設計啊 等等的 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 那我會把今天 我所有介紹到的 手帳連結相關的部分呢 都放在底下資訊欄裡面 所以有興趣的大家可以去看看 然後我的IG在這邊 有興趣的大家可以去追蹤一下 OK那今天影片就是這樣啦 那我們明年一起繼續努力寫手帳吧 大家掰掰 掰掰